我們在國外有一句話就是說 只要外國人碰到 亞洲女生 我們都會得到 就是聽起來很可怕 可是這個是在跨中你們 巴西天才舞陽愛上台女回不去 玩虛擬貨幣倍到七百萬 三十六歲台八混血男模田舞陽 數位血真全粉一票婆媽 但天才還想繼續努力 副業除了賣咖啡豆 舞陽也投資虛擬貨幣 沒想到賬戶被害損失百萬 女友還剛好催了人才兩失 我那時候一開始進這個市場 是因為當一個重建的概念 對 你懂嗎 所以過後來說沒有風險 不是怕自己的錢投資 是利用我在亞洲的任賣幫忙 賣方向的美方 只要這個教育做成了 我就有 超成 對 我就超成 然後就開始把自己的 其他的收入的來源 來源圈圈 來源圈圈 來什麼的 再通資進去 去零貨幣的這個市場 一下子就開百萬 然後不到 就直接引導地情況 真的啊 可是 是 雖然很多 可是 我也遇到好多倒楣的事情 可能沒有把自己的 朋友圈 filter 很好 然後 可能是 其實如果我認識的人 就把我 打片 所以個人資料 利用到把我的 取得貨幣的評價 打 所以我其實被 被判了 所以 所以人中了這麼多 可是大部分的利潤也是被搶走的 因為一直追不回來 跟持續後遇 那你這樣總共被倒走多少錢 幾百萬 拍 五百 拍七百 對 其實那邊也很慘重耶 很慘啊 太尼克的應該不會是 女的親戚女朋友 對啊沒有 不可能 那時候分手 那時候分手 哈哈哈哈 我真是在哭 你很慘耶 那時候分手 然後錢又被偷 對 那時候不是人生很低潮 心情很差吧 心情蠻差的 可是為什麼我可以開起來 不在乎 因為沒舊的 對 我不可能會在沒舊的東西 一直在那邊 糾結 所以現在還是空窗 什麼意思 單身 目前單身 就是有 有一個對象 可是 我覺得 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 慢慢來 最像是台灣人嗎 曖昧對象 所以我到台灣到現在14年 我去那裡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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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你喜歡台灣女生 我們在國外有一句話 就是說 只要外國人 碰到 亞洲女生 我們就會碰到 Yellow People 就是光發燒 真的假的 就是聽起來很可怕 可是這個事在跨著你們 我們在國外長大 是對你們很不熟悉 可是只要我們跟你們在一起 我們就覺得特別 都有自己救 不是Yellow People 就是回不去 對我們其實是很大的驚喜 是 因為我們來台灣之前 一定會對亞洲女生 不只有台灣 就是全亞洲女生 那個客奔的力量 可是只要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發現 其實你們很貼心 是 你們很會 把自己放在別人的立場 是 你們唯一的缺點 是沒有安全感 是 這個是社會裝造 不太會流通 這個是可以調整 因為你們很怕 把最正式的想法 將給對方 可能會得罪對解 所以這是不對的 對 巴西人做法 就是很簡單 那女朋友就是好朋友 對 我就是要抱我女朋友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什麼話都可以跟你講 除了這些以外 我覺得台湖女生 說實很 很貼心 很貼心 然後會照顧人 很照顧人 你們飛來了 也不用回去了 也回不去了 然後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